小羊点心铺开饭啰 欢迎收听小羊点心铺 今天是星期六 我们今天要吃的是德胜麦片 神的话能使我们灵命长大 让我们一同来享用这段关于德胜的经文吧 今天的经文是在诗篇55篇22节 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 他必抚养你 他永不叫一人动摇 亲爱的小朋友 在你的生活中是否有些烦恼一直忘不掉呢 那些就像是黏在你身上甩又甩不掉的胶带 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时 可以将这些完全交给天父 因着他的爱 他非常乐意主动帮助我们 为你承担这些烦恼 使你的身体和心理是轻松的 不但如此 他也看顾你所有的一切 愿意亲自来照顾你的需要 这都是出于他的爱 而我们所能做的 就是单单来到他面前 将自己完全交给他 信任他 他必定使你站立的文 永不动摇 让我们再一次来背诵这段经文吧 诗篇55篇22节 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 他必抚养你 他永不叫一人动摇 诗篇55篇22节 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 他必抚养你 他永不叫一人动摇 你都记住了吗 让我们一起用这段经文祷告 亲爱的天父 你是乐意主动帮助我们的好生 无论我们遭遇多大的困难 只要来到你面前 向你说寻求帮助 你总是双手展开拥抱着我 为我们担当一切 我们所无法担起的重担 谢谢你那份无尽的爱 一直支持着我 带领我的脚步 使我不至于跌倒受伤 谢谢爱我的天父 垂听小孩的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下期见